硬有建国百年神农奖字号的礼盒 打开包装内含两罐茶叶售价499元 民众可能认为物超所值 这款茶叶还打着来自台东北南乡的知名有机茶园 不过二月却被食药署告发 一次以境外茶叶混冲国内高级茶贩卖 检察官获报后前往搜索 检方表示将茶叶送往检验后确认里头成分不一 10号这天就前往苏信负责人住家工厂及茶园搜索 并将苏信夫妻党及员工共事人带回 讯后认为他们设有诈欺及商品原产国为虚伪标记等罪嫌 分别预支10万元交保 不晓得说今天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出现 所以还是对不起再对不起 因为那价格低就是只有一些比较低消费的客群在买而已 业者90度大鞠躬向大众道歉 表示每年向彰化一间茶商买进上百斤越南茶叶 买来后就直接包装贩售 并没有与自家高级茶种混抽 北南乡这间知名有机茶园 在2011年荣获农业界奥斯卡大奖神农奖 负责人妻子更有建国百年女神农的美名 结果现在却爆出茶叶参入境外茶 商与大受影响 不少通路业者也已经自动下架 TVBS新闻刘警员李佳燕台东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办 closely